所以我们净土中有这样一句话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就这样念佛往生 你看看 我看到有些同学笑了 这就是阿弥陀佛的伟大 祖师大德就告诉我们 你在什么环境下就这样往生 你在新加坡就在新加坡往生 你在马来西亚就在马来西亚往生 你说我只能在新加坡往生 那麻烦了 有一天你可就别出国呀 万一出国了 你要正好收明到了 你就不能往生了 为什么 你只能在新加坡往生 在哪就在哪往生 什么情况 就以那个情况往生 这个心才安 这就好比呢 我们已经在阿弥陀佛的大怨船上了 站着就站着往生 躺着就躺着往生 我遇到一些善知识 举的比喻很好 像坐火车 新加坡同修好像很少坐火车 到中国 坐火车是一个 我们常用的出门的工具 坐火车 你在火车上面坐着 你比如说火车是下午两点钟 开车 那作为同修 你几点到火车站 一点五十九分到火车站的同修 举手 那你几点 我一点半就去 一点半开始检票 我要一点半以前就要到 那有的人 你让他念佛 不用念 临终再念嘛 临终再念就好比是 我坐火车 火车两点开车 不用早到 一点五十九到就行 万一你的表快两分钟 你就完了 快两分钟不能完 慢两分钟你就完了 那我们找到的人呢 我一点半就坐在火车上了 你担不担心火车突然间跑了 你去不了了 你不会担心的 我已经坐在火车上了 火车站突然 突然间火车开了都不怕 我可以在火车上 看看报纸 听听广播 看看风景 火车随时开 我随时走 因为我坐在火车上 这就好比我们现在 信受阿弥陀佛救度了 我们已经在火车上了 你就不用担心 火车什么时候开 火车开的时候 我必须要这个姿势 才能往生 这个姿势就不行 火车开的时候 我不能站着 火车开的时候 我不能那样 你不会有这些妄想 什么样就那样往生了 躺着坐着 有的时候在火车上 还跟别人吵架呢 都能往生 为什么 在火车上呢 大家别听错了 不是让大家吵架 我让大家不吵架 大家还是吵架 没人听我的 为什么 这是我们的一个习气 所以我听到这个比喻 我感觉非常恰当 那作为同修 年轻的同修 就好比是 两点开的火车 你上午八点就到了 你就跑到火车上去坐了去 火车上有什么电视 广播 你就在火车上看 就不怕 你别看看 看到一点五十九 你下去了 那就完了 那车走了 我们上来就不下去了 所以有的人说 这个法门呢 临终念佛都能往生 我临终在念吧 那你想想这个比喻 我应该不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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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看 我应该不想看